在北京西城區的港外天途紅蓮賽市場 兩天前出現一個曾去過豐台區新發地批發市場的確診患者 當局之後對街市的環境作抽樣檢測 個別位置核酸檢測呈陽性 決定星期二凌晨2點起對附近7個社區實施封閉管理 限制居民出入 屋苑封閉送速遞的亦受到影響 會很麻煩嗎現在 還好就一個一個打電話 要他們親自下來拿 對對對 現在不能 不能出來封閉 只讓出不讓進 屋苑居民不能出去 政府就說會派人協助他們購買生活用品 正是居家隔離的人如果有需要就去看醫生 會派專車送到同一的醫院求診 今次爆發疫情的新發地市場 佔了北京八成食材批發 為了防止有食材受病毒污染 當局由星期二凌晨開始 通宵消毒了市內276個市場 和33,000多間餐廳 並且暫時關閉11個地下農貿市場 迅速對全市農貿市場 菜市場、餐飲場所、機關食堂 進行防疫大檢查 全面開展環境消沙 對攤主和經營管理人員進行核酸檢測 一旦有情況 第一時間報告預警 為了嚴控高風險人員離京 和阻斷疫情傳播 市交通委員會就宣布暫停出租車 網約車以及信封車離開北京的服務 市委書記蔡奇主持的 北京疫情防控領導小組形容 北京疫情防控形勢十分嚴峻 要強化底線思維、背水一戰 採取最堅決、果斷和嚴格的措施 北京的本土確診病例在5天內突破100宗 當局說未來3天的確診數字將會是關鍵 如果增長幅度不大 相信疫情規模不會進一步擴散 有線電視記者 林寶瑩 北京報導 早安 至少 暫停 大家 暫停